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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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子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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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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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 師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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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且记住 咱们道成名为杜仙门 开山祖师乃是当今赫赫有名的杜厄真人 杜厄真人 杜厄真人可是与我人教祖师爷太清颇有渊源 太清 嗯 道门有三教分别为人教产教结教 太清圣人便是我们人教的祖师爷 与产教的原始天尊结教的通天教主并称道门三圣 三圣的老师名幻红军被称为道祖 令娥今后你要好好修行 争取早日修炼有成 踏仙徒求长生 师父 您成仙了吗 你还有一个师兄为师百年前寿的徒弟 现如今 也算是能独当一面的良才了 就是 嗯 师父 吃什么负 你想得屁股又痒了是吧 嗯 正儿八经的术法不学 又在水里修炼顿术 刚才的 都是梦吗 也不见你修为怎么藏 还在 你小子今天怎么回事啊 吃错药了 怎么不躲啊 突然只是觉得能被师父打 也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 正所谓终焉逆耳 良药苦口 李长寿 你这是轴打 你给我站住 相撼 你母子 别跑 你臭小子 弟,你为师父 年龄 你无法当天 行了行了 总之 你没事就好 为师这两个月要闭关 你师妹兰灵娥就交给你照顾了 记住 不许交她歪理 是 师父 师父再见 师妹 我是你的师兄 李长寿 我正在给你做提警 请不要误会我 因为 我是一个价值观很重的男人 价值观 仙界的名字果然很高深 没被夺射 没有魔虫 没有被下鼓 下咒 考核通过 耶 来来来 我先传授你几招 第一招 永远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在了解她的真实修为之前 不可贸然出手 冲上去弄死她 你就是正义的化身 种子无事发生 先跑再说 不要 jakby nah我 itty 哈哈唔 刚才你的对手使用的 就是我要教你的第二招 底牌 也就是你各种隐藏起来的能力 底牌越多 最后的反击也就越出其不易 第三种 打不过就跑 如果你预估下来 觉得自己打不过对手 不如先行撤退 另一种高手相见 终于过关了 可是父亲教育我路见不平 因锄强扶弱 锄强扶弱固然好 但不可某装行事 需随机应变 强与弱都是相对而已 在自己本领不足时 尽量远离危险 躲避因果 一直活下去 等你强盗能改写 整个洪荒的规则之后 再去拯救弱小的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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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圣告诉我 遇到这种事 你该怎么做 整个无事发生 先跑再说 很好 一场收 师傅 有话好说啊师傅 你帮扶神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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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着 饶命啊饶命啊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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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师马上要进入 长时间的闭关 灵娥就交给你照顾了 您不怕我教坏师妹了 魏师不在 灵娥的确需要适当自保 师父 当然 你那些歪 魏师绝对不认同 师妹 今天是你入门的第一天 距离杜仙门历练大会 还有十年 也就是三千六百五十天 历练大会 就是可以外出历练 提升见识 如果你去了历练大会 就能帮师父和师兄 一点小忙 想去吗 灵娥去 灵娥要帮师父和师兄 要参加历练大会 首先你需要在十年内达到练气境 所谓练气 是修仙的第一重境界 距离成仙 还有三重境界 练气 画神 反须 归道之间 隔了九个台阶 练气境 可隔空空物 画神境 可欲空飞行 反须境 可修五行仙法 归道 能被雷劈 归道九阶 将会面临恐怖的 成仙雷结 我到今晚 成功步过雷结 从此便正式成仙 向长生不老迈进 若没能渡过雷结 身死到消 很有误解 相比起雷结 目前你更应该担心的 是历练途中 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 来 我们开始修炼吧 台风 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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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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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海之兵 通过 终神舟 失败 南善部州 通过 危惧卢州 失败 师兄 又风雨术传音 师兄 据说东海之兵最安全 奖励最丰厚 要不我们去那儿吧 师兄 我怕 别怕 有我在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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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怕 我怕 你 我怕 你 那 蓝灵鹅 东海之兵 通过 你去东海之兵吧 我自由打死 臭师兄 北郡卢州 失败 目前为止想去北州的都失败 悬崖世界来了 悬崖世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情悬崖 悲剧卢州 通过 第一个通过北州考核 真不愧是悬崖师姐 既然悬崖师姐去北州 那袁清师兄 你一定是去北州了 袁清 悲剧卢州 通过 快看 夏师姐 袁清师兄 在哪 夏师姐 看哪 刘艳尔 王姬 悲剧卢州 通过 好机会 这所有人的注意力 在有情悬崖师的吸金器事上 悲剧卢州 不来了 小穷风李长盛 你给我停下 你一个华神九节还敢去北州 我看不用到北州 你直接在弟子馆就挂了 九九师叔 弟子要去北州寻一味草药 门内并未限制华神镜弟子前往北州 还望师叔莫要阻拦 你师父呢 让我盯着你别乱跑 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去 那这测试 就得改一改 在我手上坚持一注销 我就放你去 当然 我不会用我的本命发宝 你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如何 弟子 愿意一试 兄弟子 愿意一试 3 7 8 9 8 9 10 10 10 11 11 等待 准备 終了 准备 又是盾手 烦死了 霍天风单人见阵 心魔密布 为这么周其中 几个月都不想下地 学者师兄出手也太好了 游龙太荣物 赢了赢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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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小子鬼花兆可真多 我告诉你 北周可不是什么善敌 你要是死在我队伍里 你那个废禅师傅 肯定会跑过来哭哭啼啼的 想想就烦死 师叔不必担心 我已在遗书中承诺 绝不让师叔承担任何责任 最终他还是跟来了北周 真是个麻烦虫 看在这小子要貌还不错的分身 就当放着仰眼吧 总归不是一无是处 我说你小子 游龙探云部那么复杂的步法都能学会 怎么连个反须都无不透 弟子一直努力修行 从未有过半分懈怠 你呀可千万别像你师父那样 他道姬受损无法补全 所以一直卡在归道计 近年也快成仙了吧 杜劫应该就在三五年间了 真是一笔糊涂账啊 手拿过来 本师叔看看资质 久久是真仙境的高手 被他碰到脉搏 我用法觉隐藏的真实修为就暴露了 师叔 男女叔叔不亲 我被练气势追求无拘无束 管那些俗世礼法干啥 师妹 这一次 我一定会注意寻到燕火明星座 这是我自身修行之事 原青师兄不必为我费心 师叔 弟子前几年突然有了被女子碰 就会浑身抽出的病症 真的吗 我不信 那是几年前的一场意外 还有这种怪怪 真的 有情悬崖 你不是冰山吗 混蛋 谷虫已经找到 就等此次六公主被拒卢州之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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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谷巫妖大战时 天柱不周山崩塌 世间将再次归于混沌 人族圣母女娲 联合道门三教的祖师爷 太清圣女 原始天尊通天教主 堕下一仙天玄规的四脚 做成天柱 护住了人间 玄规也因此郁郁而终 其浩瀚的法力庞大的身躯 化作了北郡卢州 青年不散的瘴气 这瘴气危险至极 寻常人若稀入 云上之位道友 跟了我们这么久 有何贵干 有练习师在追击我们 叶花 有九九师叔在呢 我 在东盛陈州 有清国殿邪守将 有清 六公主 回去吧 不必为我费心 末将奉 奉国主之命前来 敌国近来蠢蠢欲动 国主担心 他们会对您暗中出手 还请允许末 末将陪您出行 这张嘴不仅口吃 车谎都不在行 有秦国仙凡混杂 背后更有杜仙门撑腰 怎么会突然运行 遇袭你不找杜仙门求援 反而大老远地跑来北益州 这话真是破绽百出 玄雅师妹 北巨卢州到处都是险地 多了宇文将军 也能多个人照应 原青失职 此前就认识这位将军 我刚才并未听他自报信 回时说 我与玄雅师妹一同长大 也一同败入了杜仙门州 因此认识这位将军 他名为宇文灵 是玄雅的父王 最信任的将领 原来冰山女和大暖男 是青梅竹马 看来原青的俗世身份 也不简单啊 你想跟就跟着吧 反正一个刚呈现的大块头 在咱手里也翻不起什么了 谢仙长 男女姻缘 加上全魔国呢 唯 此次抵达东海之兵楚妖 众弟子务必全力对战 不可懈怠 是 是 都打起精神 马上就要抵达北巨卢州的边界 我先带你们去北州东南处的入口 那里离乱仗宝林比较近 是说北州不是五大部州之一吗 为什么会有入口之一说 问得好 巫妖大战后 大量巫族妖族逃往此地 久而久之 北州变成了他们的七夕之族 咱们人族高手屡次与他们交战 才强行开辟了几个出入口 这家伙怎么不动 难道 这家伙怎么不动 这日子师妹他们应该已经到东海之兵了 如果估计的不错 应该会给我惹些不小的麻烦 那就妙了 就知道你师父没太多东西给你 也搞不懂他非要守着那个小风头干嘛 快去买弹药吧 别磨磨唧唧 谢谢师叔 这些我都有 你有 你哪有 天上掉下来的 暂时给师兄的赔礼 之前 这冰山绝对名不复识 这是传信玉 若遇到危险就直接捏碎 我会前来救援 此次历练共二十日 若在二十日前动用传信玉或自行退出 便算历练失败 我建议你们不要单独行动 更不要拼了命的找药草 珍贵的药草旁往往有薪兽固执持 你们就是他们最好的补品 尤其是你这种细皮嫩肉的极品 师叔还请自重 浩华 真羡慕你这种天生励志 哎呀 本师叔就不行了 皮肤干巴巴的 也没个人在后面天天跟着喊 九九师妹 九九师妹 好了 你们进去吧 末将奉命前来护卫六公主殿下 还请先长准许 宇文将军还请在外等候 一切需遵从九师叔安排 嗯 宇文将军不必担心 我便是拼上性命 也会护好悬崖师妹 这俩人 2 3 5 去borough 这人跟紧点 你个化神九戒 师叔 你听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小心 有东西在靠近 叫我来 小心右边 叶儿师姐 不要怕 九连离火剑 这个有情神鸭竟然修成了 破天锋的弟子真让人省心啊 这下你放心了吧 大块头 此地乃乱丈宝灵的外围边界 凭这几个人反须近的修为 便可应对 而我则要穿过乱丈宝灵 先找机会脱队 再设法摆脱跟在空中的石树 怎么突然停下来了 我和玄雅师妹要找燕火鸣心草 王姬师兄陪叶儿师姐走另一条路 长寿师兄 你呢 各位 独多保重 独地带谁走 这个李长寿 随便更衣对不就行了 怎么还分成了三五 仙长若感到为难 不如让末将去保护六公主一行 算了 三祖先轮流尾随吧 让我先看完这群小家伙现在怎么样了 这两队倒是没太多事发生 也不知道李长寿这家伙如何 消失了 这么快就被毒兽分尸了 完全感觉不到他的气息 传信玉也没有反应 只能先沿着他去的方向找找看完 终于找到这小子了 居然已经跑得这么远 一个化身久接的还敢往里横冲直撞 让他去找死 远处的凶手 竟然没发现这家伙 原来是用了隐宗服 屏蔽自身的气息 这游龙探云部 还真是将他化身久接的羞龙 发挥到了极致 赤阳独龙 可不得毒物不敢靠近 居传 这万年前 赤阳独龙已被龙族清理殆尽了 此物可是价值不菲啊 这家伙做了许多准备了 看来确实有迫切想找的药权 他想找什么 仙长不如下去问我呀 不必了 该去看你家殿下了 可莫要在背后收我这个作诗书的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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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绝对不会被杜仙门的人察觉 很好 此时关系的富国大业 必须让公子得偿所愿 不愧是破天风的弟子 要是都像他们一样生心就好了 把他们带去昆龙阵 把他们带去昆龙阵 王姬刘燕儿有危险 怎么原青那边也出事了 先长 末将回去看看 好 分头行动 此人身法俐落 气息凶悍 应该是关于刀尖田仙之位 初步判定为返徐六界 这家伙可能隐藏了一些修复 但只能身法承担 而非玉空飞行 承仙几率极低 二次判定为 归道六界 跟得这么紧 恐怕他有什么能追踪我的手段 五行轮转 后德化身 重拙无佐 徒者再重 哼 倒是挺警觉 刘燕儿 王姬 刘燕儿 周围有过猛烈的法力波动 砍水为营 清浪透天 小婷 不许可 刘燕儿 怕些东西 干什么 呀 吼 刘燕儿 史長 白天 尼熊 治一 刘兵 尼熊 刘兵 车 师父 可恶 居然是破龙阵 强行突破 只会在梅阵里越陷越深 要出去 必须找到阵法的生门 修 圣 杀 杜 镜 死 镜 开 圣灵应该在这儿 不对 或许是这儿 不不不 那里也有可能 喝光晓晓 竟然用这种下流脊梁 陷害本仙 有本事出来 跟本仙大战三百回合 怎么回事 长盛和玄雅都遇见了吗 果然只是画神镜 盗门神通 简直成人 不好 中击了 好强的蜜蜜 你小子咱到哪里去了 找到了 换天宝伞 开 持续前线 就想困服我吗 第一步 封锁空间 以图置 小子 这瘟气到了 第二步 射心夺神 身体到效 封锁空间 第三步 度人往生 消灾祈福 没关系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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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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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究竟是何目的 要怪 就怪你姓友情 竟然是你 宇文将军 六公主大概忘了 百年前 友情国灭掉了南善布州的数个小国 也灭掉了我的故国 我假意归顺 为的就是光复故国 玄雅 有案里没去救他吗 等等 我和那个大块头一分散 这个正法就出现了 这么巧 师叔 你听我说 来路不明者始终有些可疑 不可轻幸之 难道都是宇文灵干的 我从一开始就上当了 让我看看你原神里的记忆 公子 届时便由他们袭击其余弟子 用杜仙门的传信御符调虎离山 将他针仙引入困龙阵 至于六公主 悬崖之事我自会处理 如此便辛苦诸位了 待我光宗复国 而等都是开国功臣 属下誓死追随公子 还真是那个原青在搞鬼 想引开九九世书之后 对友情悬崖下手吗 果然看人不能只看脸 暖男大半都是假象 不过 跟我无关就是了 在满是毒虫的地方 用他来追踪 的确是个妙招 原青大费诸张射套 显然是不敢正面 和九九世书交手 也怕得罪毒仙门 倒是不必担心 世书他们的安危了 先找那株毒草吧 毒羽要来了 得抓紧时间搜查才行 不好 千万有力 刀足在上 保佑弟子 把英国斩 诸邪毕毅 英国大道 从来半点不由人 有情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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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抵达东海之兵除妖 众弟子务必全力对战 不可懈怠 是 师妹小心 不要过来 没关聚 现在本派不下 半点不就 现在 不可以 想想想 油 的丹顶风也未有记录 但是我师兄练制的 完了完了 师兄练毒水平高这件事 也被我不小心倒了 我们风中的练毒大家万灵云长老 对各类制毒手法很感兴趣 不知能否赠予一瓶 蓝灵鹅呀蓝灵鹅 师兄这么低调 都被你给卖了 师兄 你又记错了 殿下 毒蟹门实在太过分了 末将这就下去教训他们一顿 无非吹灰之力 就能击败如此数量的下腰 这就是人族的实力吗 我龙族威也 竟然是你宇文将军 六公主大概忘了 百年前 有情国灭掉了南善布州的数个小国 也灭掉了我的故国 我甲义归顺 为的就是光复故国 有情国从未亏待你们 父王还曾说 你是他最信任的将领 李永灵 你枉费国主信任 师兄 师兄 原青公子 倒是对六公主情深义重 如此绝境 竟仍不离不弃 我爱慕师妹整整六十年 怎会弃师妹与绝境而不顾 宇文灵 你若要杀我师妹 便先杀了我 师兄 你不必 既然如此 我便成全你 你还有什么遗言 说吧 我的确有一件心事未了 若我今日不说 只怕往后 便没有机会了 师妹 我只愿与子同学 共赴来世 你是否愿意 师兄 师妹 我不愿 我不愿 你不愿 师兄 你我皆是修道之人 怎可用于情爱 我友情悬崖早已斩断情思 一心求道 今日若死 则是天命所然 若你我侥幸活命 往后更应专心求道才是 看来 我是无法打动你了 元清 难道 你才是背后主使 告诉你又何妨 我刻意接近你 就是为了成为驸马 争夺有情国主之位 戒指 原家 便能以另一种形式复国 我兄弟姐妹众多 就算你成为了驸马 又怎可能有机会 争夺国主之位 你的计划 实在可笑 你 哼 待我为你种下情果 你自会听命于我 我一宝符 我一宝符 床上都比开了要害 暂无性命之用 他应该是动用了什么逃命保护挪移了过来 毒雨要来了 如果救他 会耽误找毒草 师兄 快走 相比起私家不省心的师妹 果然还是友情师妹靠谱得多 带你搬城吧 他们很快就会追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长寿师兄救了我 他真是个好人 这些伤口 都是 都是 不过长寿师兄似乎提过弟子前几年突然有了被女子碰就会浑身抽搐的病症长寿师兄你的病好了吗 一言赠师妹 人心隔肚皮不可轻幸之 瞎扶地图一份可绕路离开此地 原来如此 长寿师兄应该是觉得我误解了他的好意 才倍感痛心 长寿师兄如此人善 友情悬崖 你怎可疑他 活下去 去揭穿原青的嘴里 去报答长寿师兄 这般忍善之人 去通知父王 地方恶贼 九云御灵 仙怜呼吸 驻剑 火灵剑 好多有钱是为性格单纯 腹子真是热出大麻烦了 往后还是远离是非为好 小命要进来 平直觉判断 这边应该是西南方向 只要按长寿师兄的地图绕路 立刻躲开恶费 一技 要活着回去 脑道 獄 扔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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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翼 Fox 六位 T 进北桌罩仙节草 已经十来天 一点踪影都没有 奇怪 古迹上说 能毒死云仙的仙节草 就在这附近 找到了 仙节草 按照绘制地图 友情师妹 此刻应该已经走远 相隔千里 我可以尽心完成目标 怎么又遇到他了 这个友情绝丫有毒是吗 干脆敢明有毒绝丫吧 这里可跟我给他画的地图 差了足足两千里 它是鹿池吗 到底是救人还是救草啊 难道要我再犯一次大错 救人很重要 但成功后太高调 且仙节草 会被那个大家伙吞噬 救草符合北周之行的目标 但有违良性 以你此时面朝为前卫 师兄 退向阵位 八尺距离 好在有长寿师兄之地 仙节草有剧毒 我还是再吃一颗解毒丹吧 别发愣 引他们去悬崖 六公主 六公主以按计划 被追至悬崖边 虽有凝阵突破之际 但法力也不动 末将 这就去请祝六公主 将军费心了 末将也很疑惑 您是如何做到六十年 都未能打动六公主芳心的 今日之事多有坎坷 还请您做好杀死六公主的准备 末将军费心 末将军费心 啊 末将军费的精彩 招法什么的烦死人了 要是五十天再就好了 知道吗 如果你 Memphis 瘫 谁 把 制裸 是连这么巧 那三个家伙也不知道死没死 小九 你可知罪 这是偷袭我们的人 过了困隆阵 一掌正随了两个原先的原神 这修为 难道是师父忘情上人来了 师父 弟子被人算计 与三名小辈失了联系 还请师父速速搜寻他们的踪迹 看师父有人得存 南师父没来 是我 你祖之魔谋 陆军最潇洒的 顾师兄 救护啊 小九 师兄就是开个玩笑 缓解缓解气氛吧 我尚未成仙 在北周南有施展 看起 还请助我寻找徒儿长寿的下落 小秋风一脉 不胜感激 启元师弟放心 我来时 借着两名原先不断修补阵法 应是算计小九他们的元兽之一 来我查看一下他们的元神记忆 定能找到些线索 驾 夺住他 三金碧波蛇尚未成仙 不是宇文林的对手 你快离开子民 元清的虽微 虽比有如高处一小戒 但却不如有多伟 短时间内 两文难分伐重 便下来解决三金碧波蛇 和宇文林的任务 拿到仙节草 继续复战杜绝 灭猪受死 将军 我等 带我助公子抓到六公主再来救 师妹 玄奕 只要你肯助我复国 我便放你离开 为善之人 何必剥离 剑势无形 引风化刃 青年开天 你火掉灵 你气预见 空有剑势 却不灭荡 若为为了能跟上你 我又怎么会靠丹药来提升救命 你急于求成 已住邪路 此后难得先到 我只能抓到你 不过大一兵可成 为此 我愿不出任何代价 若你早就倾心于我 一切何止于死 原青竞与宇文灵是同谋 按照他们的计划 还有两拨人分别去袭击了 悬崖师职和长寿师职 长寿只有化神经 如何会是这群人的对手啊 师弟莫及 咱们先根据这两人记忆 找到宇文灵 才能确定小辈们的安危 什么人 幻天宝伞 开 有巧封锁此地 打 要 呀 呀 哼 嗯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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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不为 我穿佛谷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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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靖 嗯 是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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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明只言先进行 即便申许手指 会常用其他处罚 只能须小心 眼霞 先解决此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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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出窍 我别破灰 你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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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身躯就能转生 真一云所深 星途去灭 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原神碎片在射神株内 很快就会消灾 为一击解除 毕竟是能毒死原先的仙洁草 小心为民 采药不绝种 无缘延损殖 总算倒转 还剩最后一步 杨晖这种有仪式感的步骤 还是要亲自来做才放心 杨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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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次 秦谷 我再次再见一些 只要为他住下秦谷 你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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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手之精准 为什么不抵抗 哪怕心恶如你 也会有一丝忏悔吗 义护 你是被人逼迫 我可是有毒师妹 竟然还有自灌鸡汤的本领 你 灰球不远了 否则反倒不好 我现在就讲了 尤其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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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灵的本命法宝碎了 这么说他已经死了 看情形倒像是与这蛇同归于尽了 连尸首也没留下 北周遍布毒虫毒草 成熟会不会炎 元 元清也死了 是密杀 是破天风历法 九连离火尽造成 是玄雅下的手 此地也只有他们两人打斗的痕迹 从头三头珠的蛇丝 这里有第三人在场 此人潜藏暗处 以蛇丝食物 心思缜密 不容小觑 东王陛下 古兴门弟子亲人太甚 擅闯东海之兵 才损伤我军大败下腰 请陛下为我等讨回古老 父王 如今天到大兴人祖 道门背后更有圣人撑腰 不以与之为敌 二太子殿下 我龙族乃远古霸主祖龙血脉 为天地镇守四海 岂会聚着小小宗门 我将以为 该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东海真正的主人 将军所言有理 随你处置吧 此次信得师兄相救 我才能躲过原青 与宇文林的围杀 留的性命 我修为不高 只懂些顿法 对湛元青没帮到你什么 宇文林那家伙 也是与三金碧波蛇 同归于尽的 实在不必因心 那个 有件事 我想拜托友情师妹 但凭师兄吩咐 血氧万死不辞 没这么严重 是我素来怕麻烦 不想引人关注 反请师妹回禀师长时 不必多提 与我相关之事 与宇文林的围杀 才能躲避英国 若能与师兄这样的君子 互相引为挚友 当真不虚此行 师兄放心 玄雅明白 真明白了 实在是 摸不准有毒的路子 外面有动静 是门中派来救援的新人到了吗 找到了 玄雅在那 和长寿在一起 一直不见宗敏的李长寿 正好出现在友情玄雅身边 会是巧合吗 长寿 长寿啊 你可是小秋风的毒苗啊 如果有个三产两个 不是还有师妹吗 小秋风就你们两个毒苗了 师父 你的身体 不打紧 闭关重击成仙天劫师出了些岔子 师父的倒计损伤太重 保住性命一时惋惜 如何能考过天机 师叔师父 弟子尸首杀了原青 愿里门内一切责罚 师父宽厚人爱 久久师叔也一向不拘小姐 定会两极有毒的防卫过当 不过 内卫就不好说了 你一个人杀了原青 宇文灵呢 他的死 可与你有关 久屋 久久师叔的吴师兄 是本门素有名望的指使 如今修为 已在真心进英方 此人颇有称呼 得万分小心 宇文灵在偷袭时 惊动了三金碧波蛇 双方同归于尽 很好 就这样 憋着手 没有人暗中注意 此事与长寿师兄五关 他只是见我被围攻 用盾属助我脱离危险 一切都是地府的错 没有毒快住嘴 越苗越黑了呗 长寿师职 不为他辩解吗 弟子不知道具体经过 不敢多言 你倒是稳重 悬崖师职 试杀同门乃是大罪 回山后 副掌门 自会公正裁决 只是 似乎悬崖师职 还有位帮手 在暗处 用重头三头猪的 蛛丝窥探 正强 这附近 也有不少相同的蛛丝 大义了 三头猪 那是什么 重头三头猪的眼力 可观八方 无任何死角 他的蛛丝 更能让视线 远及千里之外 你怀疑长寿 要不是他救了悬崖 我这支队伍 可就全军负墨 请点小九 我只是例行询问而已 救巫师兄 我这徒弟 老实 怕死 不惹事 这是他的三大优点 此事还望师兄明察 弟子本领帝威 不得不用些蛛丝来探路 也好规避风险 没想到 装见友情是没被恶人相逼 这才带他顿走 探路 你原本打算做什么 采药 弟子可为此向天道发誓 只不过采的是门内信药 心血草而已 采药 我还以为有什么小秘密 已经 重铜三头猪 可是难寻的稀罕物 这小子倒是口风严密 由天道之地见证 想爱所言不虚 想提升九无师伯的信任度 才能投其所好 赚取好感 弟子养了几窝虫铜三头猪 若九无师伯有兴趣 回去便为师伯送一窝过去 那平道就会推辞了 小家伙很有心嘛 王后多跟本师伯亲近亲近 此人行事周全 不闲山不露水 若是心存正道 王后加以培养可担大人 而若是心眼用偏了 就得尽早斩除 否则 祸患无求 暂时算是 稳住九无师伯了 吧 小气味 你那个什么猪 自己留一窝 其他的 都给你九无师伯送去 是 被猪之心还是太冒失了 蛛丝处理得不够干净 对付云仙的手段不够 也不知师妹在东海那边怎么样 我就说长寿是个好孩子嘛 嗯 哦对了 齐元师兄帮他看看病症吧 好像落下了心魔 我去 这小叔叔又读了什么 不对 做好理由九字的 就离谱 啊 啊 啊 师父 我们这是回小雄风了 此次历练 你的心境出了些问题 好在并不严重 幸亏师父还未成仙 探查不到我的真实状况 上楼糊弄过去 门内听闻历练之事后 打算如何处置友情师妹 服务掌门体谅悬崖失职 是被奸人所破 只撑出他闭门思过两年 师兄 你受伤了 让你照顾师兄 不是吵扰他 这几日好好休养 稳扎稳的才能平和心境 如此也好让为师安心闭关 师父要继续冲击成仙天节了吗 为师乃是门内中风唯一没有成仙的风筑 实在无烟面对小雄风列位失足啊 总对在寿源耗尽前 全力搏一把 都说天节一到生死两判 万一 自古求仙杜劫 谁都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 能在天节中活下来 能度过天节的修饰 只有一二成 更何况 师父早年盗机受损 修为本就不太无论 神魂更比寻常修饰弱了一倍 就这样堵截 完全是必死之躯 若为师撑不过天节 小雄风一应失误 就交由你们打理了 师父 我和师兄一定会照看好小雄风 你安心地走路啊 不准重为师 万一真的死了怎么办 年纪大了 刚才说什么来着 反正为师闭关死了 师兄 师父他 我们得帮师父 渡过天节 成仙天节对于所有炼气势而言 都是无法避免的历练与磨难 天道会根据渡截者 开始攻打神的责致 降下不很威力的天雷 承命则非真成仙 爱 则非非英明 这么恐怖的天雷 师父能扛过几刀 按照师父目前的状况 那以后就不是像我跟师兄相依为命了 你是难过呢 还是装难过 这正是我冒险去北剧卢州的原因 只有找到它 才能在天节之下 为师父赢得生机 仙节草 这不是能堵死原先的剧组之物吗 不错 但将仙节草加以炼制 就能成为骗过天节的假死药 容仙丹 理论上 杜节者扛住第一道天雷 自身便会产生一缕心灵气息 若在这时服用容仙丹夹死 冰解肉身 就能躲过后续的天雷 化作灼险 虽然神通不如正常原先 但寿元相通 还能继续向上休息 我们必须赶在师父的天节到来前 将容仙丹炼制成功 这样 师父存活下来的几率 就有整成八了 哇 师兄真厉害 拯救师父行动 开始 我师兄 实在太稳健了 我师兄 师父最近出关的频率好高啊 闭关都如此困难 杜劫只会更加危险 我们要加紧炼制容线丹了 师父那么贵旨 要是知道我们炼制劲要帮他杜劫 所以不能让他知道 不仅是他 门内所有人都不能知道 等丹炼一事解决后 我们定要在丹房外布阵 防止歇密 丹炼 师兄你不是有一个吗 那个丹炼等级太低 不足以练成王仙丹这样的高级毒蛋 据我调查 丹顶峰的万灵云长老 有一千毒百经炼 最合适不过 万灵云 可儿叔的名字 万灵云 毒经医术的著作者 鲸鱼练毒 据说平日不尽人情 且极其吝啬 难以解救 我们风中的念毒大家万灵云长老 对各类制毒手法很感兴趣 师妹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没有啊 说起万长老 我还得感谢你们 要不是你在东方之宾 用了他所成的断魂丹 我根本没办法接近他 那当然 我可是把你给我的断魂丹都用光了 重型的弟子都被我惊呆了 蓝灵鹅 虽然我有意让你用断魂丹结交万长老 但也没有叫你把所有的断魂丹都有光啊 你这个败家师妹 师兄 你炸我 师兄 万长老来了 断魂丹怎么炼 回万长老 取灵魂心筋血三分 蜜巫断魂草四分 红鱼草二分 废债水少许 若预算 只有二十颗灵石 如何炼之 好可怕的气氛 终极令则等级考试 应试季晓一 寻找共性 将敌心房 他既然抠门 那我就比他更抠门 四分蜜巫断魂草 百为五分寻常断魂草 十颗灵石了 不用花灵石 我与百番店葛长老交好 能依小熊蜂灵鱼 换他五分断魂草 养灵鱼 也是一笔数目 灵鱼是师妹在喂养 她花的钱 不能算在我头上 没错 就是我 灵魂心筋血 改为灵魂粪 红鱼草 离于十万年可 废炸水 可将旧鞋 用短药腌制 算下来 一颗灵石都不用花 就能用十万年 培育一颗断魂丹 万长老 是不是生气了 十万年 长寿 你竟能抠到这个地步吗 应是技巧啊 共用师储 解贴共情 灵鹅从不知师兄 竟然这样节奸 想到师兄用旧丹炉 好不容易为灵鹅炼制了半混蛋 灵鹅却在东海之兵 肆意挥霍 都是灵鹅的错 我日子过得苦一点没什么 只要身力好好的 就够了 师兄 真是兄妹情深啊 坏长老一句话都不说 不会是看穿了吧 保持冷静 随机应变 若论节俭 我还是不如你呀 完了 传说中的阴阳怪气大法 没有打探到万丈了 如此阴阳怪气 看来我自己的资料 还是不够极权 这样拮据的生活 偏偏还有个挥霍的师妹 让你本就不负的生活 学上加霜 完了完了 千多百千都无了 师父也无了 快不赶到 万丈老这啥意思 不 不知道啊 到底什么意思 这就是千毒百精炉 没想到 我们真的打动了万丈老 何止是打动 师伯说 万丈老对小穷风的境遇 倍感痛心 甚是灵命 承受不易啊 好了 也该让你看看 千毒百精炉 真正无恙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两个人呐 他们两个人呐 你浪费毒丹 该让你长点记性 十一 十二 十三 师兄 人家看不动啊 一 哎呀 年轻人真是血气方刚嘛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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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破天锋望前上人的九徒弟 与其师兄师姐合称 九字九仙人 九九就是被其中的 九屋九师这对道理带大的 从头门成为道理 想什么呢 九屋 本次行动的重点功课对象 在北周时 他就对我起了疑心 贸然去找九九 必定引起他怀疑 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 引开九屋师伯 九屋阴险狡诈 普通的办法对付不了他 九九最近 因被门内格罚借酒而发射 每日睡着 一早起来就找九屋撒娇 九屋对此无可怀疑 我们不如算好时间 师妹 布阵和炼制容仙单都需要九九 你去找九屋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九屋师伯 求求你了 我也想帮你布阵 但我这里的订单 已经排到五百年以后了 可是小穹风真的需要 针线指导布阵 就要针线 就要针线 哎呀 针线针线 我需要拿给你找针线去 师兄 小九要喝酒 喝酒 真仙 他 他就是真仙 你找他 医生 小九我师父吧 小九要喝酒啊 喝酒啊 小九要喝酒啊 此物名为佳人酿 有酒为无酒气 会让人有喝醉的感觉 但不会破晋 师叔 考虑的如何 不就是布阵吗 咱就是布阵小天才 救救师叔已经最迷糊了 布阵布阵 看我布阵 救命啊师兄 阵位冲一 阵位推六 坎位灰四 离位进二 什么砍树座掩护防止被师父发现 我看他就是想和九九师兄单独相处 臭师兄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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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 真是生龙活活 给我 年轻人 师兄 快让人家看看这阵法到底什么样 嗯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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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了九九师叔用先力稳固阵机 我这大阵的构思才得以落实 大阵已经建成是时候练织绒仙丹了 嗯 可是 怎样才能让九九师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练织绒仙丹呢 哼 他不懂阵法 会也同样打造出了这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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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就是犯人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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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放心吧 裴元丹的事交给我了 以小九的能力 绝不可能达出这样的阵法来 小穷风既有人会捕阵 又为何需要小九相助 刘师兄 这是去往小穷风 我们疯的万长老 让我给小穷风送个丹炉来 捕阵丹炉 李长寿 你究竟在导什么鬼 天家药材的顺序 药材的年份 甚至切块形状大小的 都已做到了进去 只要确保是说 保证稳定和纯粹的心理支持 就能提高容姓丹的承担力 九九师叔不懂药道 无法通过药材等 辨别炼制的是门内静药 容鲜丹 但久无师伯精通炼丹术 一旦被他发现 定难以闪留 看来 得在丹药炼城前 将他们人在外面 寻风化符 把门进行 炒到阵法的出口了 不过是个基础弥针 一个基础弥针 自然困不出 除销阵法的九屋事故 但若是有成百上千 还在阵中 看来是个连环阵 这次是灵月六转阵 此阵声门 通常设在某一风穴内 风穴方位 对南斗六星 天父天良 天机天同天相 西沙 兴奋四野 为主七杀 大队七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了多少个技术迷阵啊 虽然暂时困住了九无师伯 但时间拖得太久 定会加深他对我的怀疑 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练成容仙弹 二十四阵互连互通 又回到了原地 好小子 我就不幸揍不出你这小小的连环阵 这次一定不会凑 这没道理呀 这不应该呀 我堂堂一个真仙 不破了 左心直接轰开这大阵 这么简单就破开了 容仙弹炼成了 这就是陪元丹啊 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在这里面干什么 小瘦瘦 这不是我跟小石石擒龙石才会有的称呼吗 这么好伤啊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这事儿 我怎么和小石石交代呀 事到如今 只能先回去认错了 总算走了 总算走了 幸好在炼城容仙丹时 及时解除大阵 避免了弥阵变成沙阵 暴露出我更多底牌 咱们说好的 炼城裴成沙阵叹后 你要送我一年份的佳人酿 放心 除了这些 待一年后师叔借酒气过了 我买的恒河水老白肝 也送给你 以后还有什么要帮的 都包在我身上 师叔 若有人问起您 这段时间在这里做什么 请您 我买的恒河水老白肝 师叔啊 其实小九 是时候找个道理了 你看 起码能帮他收拾这屋子呀 我们小九 何须依靠他人 更何况 他才九百六十二岁 六个月龄十五天 四神姐 五师兄 你们怎么来了 我刚出关 陪你师兄来看看你 小九啊 你是不是对 师妹 你没事老去小穷风干什么呀 不 不正练丹呀 座位回报 小瘦瘦还送了我一些 能代替酒的好东西 你 判断准确 判断准确 师父必须抗过第一道天雷 如今杜杰七临近 师父出关平凡 心境不稳 万一 好 好 好 从而独立起来 所以师兄 也让我砍受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制造第二套杜结方案的 这个 这个 法拉 法爷鸟龙 你不要小看我在九年义务教育下的成果 此物 在师父杜结时 自有妙 如此看来 此次师父杜结 又是万无一失 这是师父的天节 师父不在山中 师父此时不告而已 他定是怀着必死之心离开他 师妹 走 先找到师父 必须将荣仙丹和法爷鸟龙交给他 聂母 别过来 若非这雷光击中 你们会灰飞烟灭的 师妹 你在这里等候 师兄 师父会活着回来的 对吧 会的 一定会的 师父 长寿 为师天节将至 你来凑什么热闹 快回去 这次有办法助师父度劫 为师的状况 自己很清楚 你快带着灵娥回去 今后 小乘风就交给你打理了 我之前 你要求过几个相熟的同门 平时多来帮扶 师父怀有必死之心 定会被天道阵门造星不晚 怕是连第一道天雷也不能度过 为师让你回去 你没听见吗 你平日的青小山 为师哪儿了 这天雷自你寻常 以你的修为 一级之下 必死无疑 都那时 你让为师如何心安 还有灵娥怎么办 谁来照顾你师妹啊 师父养于弟子 教导弟子百年 并引弟子入道 多年来从未有过苛责 弟子现在唯一能为师父做的 就是在天结下 为您正得一线生计 您 你这又是何苦啊 你这又是何苦啊 请问 赌仙门怎么走 赌仙 等等 现在想来 这雷云虽有压迫感 却非天威 所以 所以刚才 不是师父的天结吗 为师也是第一次渡截 没经验吗 都是乌龙 人家分明是青色的苍龙 怎么能说是乌龙 乌龙是黑色的 看那条苍龙的仙玉 修为已知天心境 龙族一向隐居深海 与人族少有往来 而今 竟派如此高手到杜仙门 恐怕会生变故 还是小心为生 来者止步 死乃我杜仙门地界 修药擅门 狄习 众弟子即可 随我迎提 门内出事了 快回去增援 这么快就动手 龙族想做什么 本将来东海龙宫水军大兴风 可否王爷前来 独仙门主侍之人 速速出来接着 接阵 当修成天仙 就敢来我独仙门撒野 活腻了不成 师父 师父 师叔祖 忘情上人 忘情 你便是独仙门掌门 赢到不过门内散人罢了 见你这小龙太过无礼 才出来教导一番 放肆 你 哼 灵云深夜才是灼熟 忘情上人的三元玄火攻发真玄妙 说明习得一二 无论令人还是强身舰体 都大有助益 这人族的三元玄火 竟强横至此 法力深不可测 你当灵本 如今早已不是龙族欺压百族的时代 自祖龙掀起战祸震碎洪荒起 而等便以业障缠身 贫道奉劝你一句 知之 长之 方回正乎 好个盗墨万人的独仙门 先是打着除妖旗号 闯我东海之兵 伤我水军下重 如今 又对龙族如此不敬 我定会禀宁龙王陛下 不是你 点骑兵马 踏平你这小小仙门 东海之兵 妄精上人 此前降妖历练时 小琼峰弟子蓝宁鹅为保护同伴 情节之下伤了一些虾妖 小琼峰 长寿师兄的师门 师兄 我是不是闯下大祸了 什么 虾妖怎么突然变成了东海水军 是有蹊跷 师兄 误伤东海水军的罪业 杜仙门定会查明原有 轻力偿还 只是 东海之兵乃五步舟交界处 有百族共享 何来闯入一说 看来是龙公经守东海太久 让你们人族练起失望了 早在远古 龙族便已将东海化为属地 东海之兵亦是龙族门户 怎容人族随意踏足 龙王陛下预旨 三日后召开东海大会 东海之兵归吹 何处 届时 自由分枭 若龙族霸占东海之兵 就等于彻底掌控了通往五步舟的交通要塞 威慑百族 恐怕 从布置瞎妖之乱到召开大会 都是龙族的算计 龙族避世多年 此番大动干戈 只怕难以善良 将军使命既已完成 贫道就不远送了 忘情商人 不愧是破天封战力第一的剑袖 强者的世界也太威风了吧 我要是成功妒结 会不会有朝一日也能这般 师父 师父雷尽已至 必须马上回小中风 启动避雷方案 好可怕的威亚 终于无法等人 此乃大道天威 有人要杜劫了 你们暂且退避 莫要被天劫冲刹 神运到消 结缘在小穹风方向 难道是 祁缘师兄 他倒计残酸 如何敌得过重重天雷 师兄 这次是真的天劫 没错吧 根据云的面积和厚度计算 大约有四道天雷 这么多 天雷就要诺下 你们别管为师了 都回去 把为师关起来做什么 这是河窿物啊 地中抵御天雷的法宝 明焕 把烟咬龙 师父待在里面不要走动 不要接触围栏 快走 别摆费力气了 天雷不会被任何法宝阻隔 撒他的地老爷 科学壁雷就靠你了 成功了 我没事 天雷也消失了 这笼子竟如此神奇 怎么办 法宝鸟龙毁了 挡住了第一道天雷 也算不错 接下来 只要让师父服下丹药 就能平安肚解 师父身上 怎么没有丝毫精灵气息 难道是因为 没有罪面承受天结 糟糕 没有先灵之力 师父服下荣仙丹的瞬间 就会形神俱灭 天结本该由 杜结者一力承担 容不得投机取巧 剩下的天雷 让回师自己来 心灵气息出现了 师父 这次有宝药 可助你渡过天结 莫要浪费 留着你和灵鹅肚解使用 师父 您的刀鸡尚未修复 连受两道天雷 以示极限 不可勉强 刀鸡 又如何 竟是天命所为 贫道 愿赴死一波 天道 我绝不会躺在地上求饶 徒儿们就在一旁看着 哪怕他们的师父不中用 不能像忘情上人一样 给弟子庇护 天道 也要站着死 给他们 最后的荣光 这 就是人族练气时的气概 也是贫道的 向盗之心 不好 师父想要以身寻道 成寿 弟子与师妹 千辛万苦炼之保药 需求师父 活下去 你这是干什么 快躲开 百年教养恩情 弟子心中 早已将师父 视若父母一般 为人子女 如何能眼睁睁望着 至极萧云 师父 为了我们活下去吧 为师尽全力拼这一次 来吧 来吧 让贫道渐渐 最后一道天雷 我怎么化掉了 盗族在上 这是什么情况 我 节运无常 为道心坚毅 得天地西归 来吧 让贫道渐渐 最后一道天雷 来吧 齐悦师兄 师父他 等等 再等等 师父 我 溶解肉身 却让元神飞生成仙 这是如何做到的 解身得道 是冰解 冰解化卓仙 卓仙虽修为远不如正常的原先 最高只能到真仙境 但以奇缘师弟亏损的倒击来说 这的确是天界下唯一的活命之法 恭喜奇缘师弟 太好了 容仙丹 围仲与上人 忘情上人 东海除妖之事已查清 当年确有瞎妖为后 柳师侄带领弟子前去除妖 蓝灵鹅利用断魂丹重手下腰 在场并无谈人 更没有所谓的龙宫水晶 倒是错怪她了 东海除妖之事已过去两年 他们为何 他们为何现在才约定东海大会 可见划分东海之兵只是一个借口 他们并不想要徒弟 听闻近日龙宫有叛党声势 他们在此时约定东海大会 是想彰显威业 树立霸主形象 不错 东海之行必不太平 九屋 你挑一对机灵的弟子 随我们一同前往 届时若有表现优异者 可奖赏破天封秘籍 弟子领命 杜心门道成吴维卿 还能另外奖赏破天封秘籍 怎么样 东海大会 考虑一下 若能得到三元玄火 对我杜戒确实大有弊 弟子修行尚且 恐怕要辜负世博美意了 实质谦虚了 我知你精于练毒 你之前给灵娥练的那个叫什么 什么丹来着 荣仙丹 若我所料不错 你先是去北州 找到了荣仙丹的重要原材料 又设计 获得了万长老的千毒百金龙 最后又哄骗小九为你炼制 我说的可对 这 师兄 怎么办 快想想办法呀 果然满不过师博 长寿 确实炼制了荣仙丹 师兄 这是弟子的炼丹笔记 详细记载了荣仙丹的配方及炼制流程 因师父倒机有损 弟子不忍见师父命丧天劫之下 于是廷而走险 炼制静药 哼 完蛋了 久无师不全知道了 这就是 跑风雨前的宁静了 救命 太窒息了 师兄 师兄 他顿目了 半须六斤 好小子 竟然又顿目了 什么情况 爸 荣仙丹一事 我可以不追究 但东海大会 你必须去 这 否则我治你一个 撕炼尽药之罪 第四领命 师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荣仙丹主要成分 三精 必不舍舌头 我故意将错误的炼弹笔记 交给久无师不 因此 他断定我有心无力 并没有炼制出 真正的荣仙丹 那刚才的顿悟 顿悟是真 修为是强 龙宫举办的东海大会 主要是为了借东海除妖之士大做文章 你们作为随行弟子 许龙宫弟子 以守类公类的方式夺宝 届时 龙宫定会找机会刁难 你们是当代弟子中 修为最高 或是最为激进之人 许沉着应对 不可使我人教风度 是 是 长寿 我近日听闻一篇方 可以治疗心魔 多谢师叔美意 弟子这心魔已持续了数年 只怕 我还没说什么干法呢 万一有用呢 师叔请说 那就是 以毒果毒 师 师叔不可 我看你和灵娥相处 就不会有这心魔 我可是费了好大劲 才找来办法 你不许推通 原来九九师叔在忘情上人面前 这么紧张 倒也有趣 不过 为了避免九九师叔再靠近我 得想个办法 转移他的注意力才是 这是魔法 我教你口诀 这样 这样 长寿师兄 我可以玩吗 当然可以啊 倒是有心了 自告 这个动物 有毒识破我了吗 他是故意的吗 我要不要说出 有毒你不要靠近我 欢迎众位仙家光临第一届东海大会 即二太子敖仪殿下十岁寿臣典礼的现场 众宜尸上人 欲望情商人 秦王品仙台洽谈 其余弟子去雁客区就坐 龙宫可真气派 是啊 风雨树 风雨树不仅是一种传名艺术 还可以自行接纳周遭讯息 优点是不会耗损神魂之力 缺点是各类巨蜥一晕而入 需要真理 刚才究竟是谁在暗中观察独心 就是他了 看上去不像是普通龙宿子弟 他看我干什么 难道是察觉了我的风雨树 不应该啊 风雨树不耗神魂之力 并不会惊讶对方 算了算了保持低调 众所周知 我龙族历史悠久 自远古以来 便是百族中的佼佼者 底蕴丰富 高瘦如云 为增强人龙有益 我们特设弟子大类环节 并以龙宫珍藏多年的先天灵王 作为牌头 也就是我龙宫实力雄厚 才愿拿出如此宝货 众弟子须永悦表现 这龙族就爱搞些假把式 薛扬威风 谁不知道龙族如今的困境 慎言 龙族现状的确堪忧 经龙凤麒麟三族大战后 龙族气运者所 大不如前 如今天道大兴人族 道门三教圣星 他们却好似还沉浸在 往日迷梦中 我宣布 第一场人龙打泪 正式开始 你与本太子切磋一样 我宣布 第一场人龙打泪 正式开始 我方派出的第一位选手 就是今日的寿星 龙族二太子殿下 二太子 此人竟是龙族二太子侯爷 这就是十岁的二太子 今日 就由我们的寿星 二太子殿下 找一位先门良才 切磋一样 等等 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我 不妙 你 与本太子切磋一样 殿下是不是看错人了 那他才是龙族二级 是这仙门里最弱的吗 殿下 选那个女子 还有反须八戒 这是殿下的策略 守战要赢得有气势 才能彰显龙宫威严 当然得选个最弱的 这小龙鹿子这么严 承受财刚突破到反须二级 怎么打得过龙宫一个归到六级的 这反正是要羞辱我的仙门 二太子 你是要与我长寿顺着切磋吗 不错 让他上场吧 击人太甚 自然绝不能赢 否则比试时气息稍有不稳 就会突破到龟道境巅峰 随之而来的便是成仙天节 你 二太子 长寿自知修为浅薄 不是您的对手 还请殿下另择他人 师叔 弟子愿带长寿师兄上场 我就选定你了 如此推脱 不如让你们师门先掌 直接向龙宫跪拜认输 二太子此举有些不妥吧 他的修为境界 当日你杜仙门弟子 伤我龙族水军时 也没见得能顾及境界差距 龙宫竟不惜将那群东海叛党 认作自家水军 也要给我杜仙门难堪 这场比试恐怕是推脱不了的 你好好盯住那弟子一番 长寿 你便与他过走 万事万事之为重 我杜仙门的面皮 无需弟子流血去争 这句话似乎隐含深意 不用流血去争 流血 争 这事让我尽力 即便无法获胜 也不能说得太难看 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这次比试以水连台为界 回到外围 即为认输 双方点到为止 请慢 怎么了 二太子 你我不如转个文的 废话太多 看打 东宫大牢迎击 烧遥不舍就会暴露 必须速战速决 有人探云波 以火为以 事业患热 此周虽展现出了小兽手反学二阶的即兴实力 不过以二太子的学务应该轻轻松松就能夺 大壮了 二太子大意了 反正不管怎样 小兽手是赚到了 连殿下的仙甲都没破开 这福活也不过如此 殿下注意躲避啊 二太子轻敌失了仙手 接下来 定会谨慎对战 长寿再想伤他就难了 好厉害的伏法 再来 神仙子将帝术法威力 只要这个熬一一万机 扶引驯风 起 这怎么可能 干得漂亮 有什么好得意的 灯下就让儿等见识一下 小兽手一鼓作气 好好在台上展示下 什么叫龙外有人 这不应该啊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不对 他喜欢输 但为什么呢 这位二太子 怕是想故意受伤输掉比赛 好借此让龙宫对赌仙门发难 眼下若想解此困局 并保住赌仙门赢面 最好是让长寿打成平局 或息败给二太子 长寿绝不能赢 不愧是天心的高度和眼界 竟能看破背后这样歹毒的奸机 高贵的龙族啊 为何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人们早已不是最强的了 龙族引以为豪的数把招式 在人族面前不止一提 所有的远古霸道都只是过往 这一次 我会彻底答醒你们 这是说龙宫真的想能熬夜受伤来什么事 为何非要选择我这样一个最弱的弟子 躲掉了 奇怪 死群并无太多威力 无论如何 先设法退出水灵台 你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呀 不过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好强的后镜 这场比试还没结束呢 我都被打出台了 你竟然还不放过 殿下不仅招式精妙 连武德都这么高尚 这怎么看 都像是要把小射手拉回去痛点一顿啊 不过刚刚那招真的隐藏了后劲吗 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呢 长寿尽尽力了 现在也顾不得我杜仙门颜面了 长寿 无论如何 必须输掉比试 哪怕输得难堪也无妨 是时候展现我精湛的演技了 接下来 一决胜赋吧 我会让你领略到龙族真正的手段 去死吧 独影震雷 不要发归音 我要用这剑耳光告诉龙族 如今天有圣人 一直可图龙族 地有人族 骑士浩然不可倒 若还不放下所谓的高贵 寻找真正的出路 那等待我们的时有死亡 醒来吧龙族 醒来吧 那些沉醉在远古美梦中的童族们 这么狠 完全不留余地 你不要低估本太子的决心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若长寿赢了 那这次的麻烦就大了 陛下 龙族的威严 靠你来维护了 脚跟罗出边境云有一翠 杜仙门 出来 殿下 殿下 殿下好帅好帅呀 殿下 殿下 长寿师兄输得也太能看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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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殿下一个角都踏出来了 你这分明就是黑 殿下 长寿果然是可造之才 深谙输赢之道 我就知道 神为这一代中最强的龙 殿下 是绝对不会输给人族的 既然战局已定 那是时候谈一下 东海之兵土地划分的事 殿下放心 此战我龙宫必胜无盈 既然这还有意义 那就接着打 还不死心 实则我又自主就挡住了 这攻击看似朝外 实则是将力道回转自身 难道他想 其实没人懂得本太子的决心 我也绝不放弃 哪怕是自震元神 你终究还是输我一筹 完了 豪夷前方百计要输给我这个杜仙门最弱之人 是想反向羞辱容总 从而扭转阻止不良风气 只可惜没人明白他的心思 抓住他 伍妙 我的境界快压不住了 混账 将来上殿下元神 弟子行为不过反虚境 如何能伤人元神 还请诸位铭记 突破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快被承仙天界锁定了 得赶紧离开才行 谢将军 他说的不错 殿下是因为自身法力太强 运转时出了差错 才震伤元神 多加休养 别可痊愈 不 不 不愧是殿下 法力尽强横之策 快 在殿下回房休息 我可没有输 陈董 陈董 从龙血脉绝不会输 谢将军可别输了 给你们二太子流口气吧 等等 我也可以装伤退伤 长寿师兄 你的伤是如何的 无碍 伤成这样还逞什么强 男二太子实在太过分 百名要欺负人才故意选了长寿 弦雅 咱们一会儿为他报仇 让那些龙子龙孙知道杜仙门的厉害 伤成这样还逞什么强 男二太子实在太过分 百名要欺负人才故意想要长寿 小雅 咱们一会儿为他 我为他报仇 让那些龙子龙孙 吃到杜仙门的力 兄弟 龙宫那么多天仙还在看着 他受伤势颇重 久久失职速速送他回杜仙门养伤 不可以 万一途中不然杜仙就麻烦了 弟子斗胆 请师叔留下 让弟子独自回门 东海大会 波鬼云局 没少一人 仙门便多一分威胁 若因弟子之私 而令师门陷入险境 弟子万死难辞其咎 长寿 你 长寿师兄 当真是大仁大义的君子 如此 便依你所言 小九 将三元玄火传给你 师父让我给你 这功法能强化神魂和道区 对你养伤极有好处 哼哼 总算到手了 渡过天节的把握 又多了一程 多谢忘情师伯祖 嗯 这个小辈 倒是十分稳重啊 不知几位仙长是否也同他一般 能稳妥地了结东海事宜 哼 接下来 龙宫的对手速过 你原神未愿 不可妄动 母后 放我出去 孩儿想拜师杜仙门 修行圣人道法 龙族之法可是不够你学 龙族之宝可是不够你用 那杜仙门在道门排名不过中下 有何资格教导远古龙族 可是 此事不必再提 当年道门铲交 收了一条聂龙做弟子 放在池子里关上 这般羞辱 龙族如何能忘却 不儿啊 你还是尽心养伤吧 谢将军 务必看住二太子 伤愈前 不可出龙宫半步 是 母后 你不懂 是若我这个二太子败在小小杜仙门 才能撕碎龙族扭曲的骄傲 找到挽回龙族气域的新出路 杜仙门 我确定了 结语已经开始聚集了 来得这么快吗 此处距离独星门五千里 距离东海 鱼万里 文公 应当探查不到天洁的动静 糟糕 中华 果然 异龙术和幻青术还是容易出差错 再加上防水特效装 才算三重保险 这个岛屿虽然足够隐蔽 但结构复杂 藏身之地反而太多了 不懂 这里构造紧淡 不会引起旁人注意 海流 有点不对劲 海下竟有洞窟 还有天然的逃生通道 倒是个堕结的好地方 哇 好 谢强君想看住我 做梦 本太子六岁 便已掌握我独万里蚁宗树 乾隆爵 待我抵达洞仙门 就当众拜人族为师 让龙族颜面无存 马人的道人 莫非他探查到我的存在 龙族秘术乾隆爵 已经落后至此了吗 不行 不能让他暴露我的行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险 差点中计了 幽龙康要进入中墙 看来冲青伞还要改现复发 吴隽 水源惊天意 好坏的顿法 小赵的人族偷袭 可下毒 不对 是酒 这声音 是熬蚁 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难不成 他打算到道门拜师 继续刺激龙族 福咒 一旦有人对敖以下杀手 就会被福咒锁定云神 遭到龙族追杀 关于龙族发现是人族袭击了他 事情越闹越大 牵扯到我的天节就无妙了 既不能灭口 又不能放任这个隐患 那就只有 独立星喜龙灭迹 独立星喜龙 滚肚炽 甩肝炽 优优独立星 很好 残留的指纹 药物 指人 法术痕迹 都已清理干净 残留的 你我 就此了断英国 往后 莫要再见了 找到了 找到了 殿下在那里 殿下 殿下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不要靠近我 不要过来 不要 神族 真的 太可怕了 算了 ization Gesund 独断法 水盾 不会是大道之力 容不得丝毫伟众 统断 木短 木短 金盾 还好千辛明为了防止意外 多准备了几处杜绝的应急 成心听急 终于要来了 从师父的杜绝经过来看 表成心也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道门弟子李长寿 惊奇苍天 弟子成心立自身之道 称无忧之先 天苍地名 我道常宁 感念苍天落下成道之节 将成千机缘 这样算是李叔周全了吧 好强的道运 难道 这就是千道的回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